民進黨總統參選的賴清德 26號晚間到彰化河美 參觀運動毛巾工廠 並進行企業座談 席間有運動國手提問 運動員退休之後 政府是不是能有一套機制 讓他們重返職場 賴清德有最新說法 馬上來聽 去紅機店 或者是去計業 那我跟他談到 運動員退起來的問題 所以我有跟 像這些科技公司講 說你們肯定工作 可以給退下的運動員做 就讓他們說 可以修復工作室 大概上個禮拜 還是什麼時候 理委會的教育部次長 他跟我說 因為他只有一段時間 他是代理理藝術署長 他跟我說 現在有五個運動員 已經進入科技公司 面對民眾提問 賴清德都一一提供解方 就算是比較專業性的問題 也承諾將要帶回去 跟相關部會討論 備戰2024 賴清德持續下鄉 瞭解基層心聲 是大臨的 要求是大臨的